花莲县议会18号上午 游县员黄欣黄欣黄林兰提出了 宪政书面质询 对于防疫的问题 还有吉安地区河川治理 土地重化发展 花莲南区的农产品网路行销 还有金正花季观光发展 提出了各项的书面质询 希望花莲县政府相关局处是 可以协助乡亲来解决问题 花莲县议会第19届 第5次定期大会18号上午 是由县议员黄欣黄欣黄欣 两位来进行书面质询 黄欣对于吉安乡基础建设 土地重化 观光补助 防疫期间远距教学 供应老师教学笔电 提出质询 因为政府有责任跟义务 让老百姓免于恐慌的 一个生活的环境中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共同来服务中央政府 尽快尽快的充足的疫苗 供应我们全国的乡亲 能够来做施打 这才是根本姐姐知道 因为我们看到国外 有的已经解封了 可以自由的行动 对我们的经济 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尤其是市农工商 对我们这些小民 没有工作做 没有饭吃 民以死为天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不要让所有的相亲好朋友 这么恐慌的生活之下 而且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 是一个很痛苦很痛苦的事情 我希望我们的政府 一定要竭尽所能 帮助来信 度过大家一起所牵手 度过这次难关 往新的城市的祝福 大家都能够平安 平安健康 那针对于这次的一个 定期咨询的 本来黄新是可以用 破破印的部分 来做更好的一个显示 那因为没有办法 跟官员一对一的 来做来咨询 所以我就提出 大致上 基础的一个建设 是黄新一直比较喜欢的 因为基础的建设 是我们根本的生活 那在基安的部分 因为黄新八年九个月的 箱长垫下来的一个基础 所以对于基安的地形地貌 黄新一向很了解 那没有因为治水的部分 是要长期性 长期性的来进行 但是治水有些人比较不喜欢 因为老百姓可能 一个时间看不到 那都在水的部分 但是治好之后 那个是根本的基础工程 那县政府对于基础工程的部分 我是认为它做的不够 因为基础工程的部分 你如果没有把它做好的话 那锦上添花的部分 也就不用做太多了 而黄玲兰 则是针对了六十代 三季中花季疫情期间 影响观光发展 以及南区农产品 网络行销等议题 提出质询 因为刺客山 玲兰上去很多趟 尤其是在过年期间 它的樱花开得非常非常的美 那如果要怎么样 让七八月的花季之外 金针花之外 能够让游客 在不同的季节 来到这两座金针山 有不同的花可以欣赏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张图是 一里樱花拉力赛 应该是在去年 所以呢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游客 曾经问林兰 为什么我们六十十三 不能办马拉松 为什么不能办自行车的比赛 尤其呢 我们六十十三呢 现在整个上山 下山 它的一个动线 是非常清楚的 翻上 翻下 在这里 要特别再次的谢谢 水保局 花联分局 陈分局长 他大力的支持 也谢谢县政府 徐县长 在立委期间 及县长 他现在的任内 一直对这两座金针山 的一个道路的改善 不予力地 给我们当地的农民 做非常一个 他们的意见 都能够跟我们来做改善 而在这期间 两位议员也都对于疫苗问题 向中央呼吁 希望能够给花莲地区 有足够的疫苗进行施打 才能够提早恢复观光产业发展 避免疫情的扩散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导